大家好,我们继续分享论语八义篇第四节 林放问李之本,子曰大哉问,李于其奢业宁兼,于其一也宁妻 林放,我们就说有这么一个人吧,就是什么样的人呢? 比较关注李,或者对李呢,有一定的研究的人 他来问这个老父子,孔子,那么李的根本是什么? 就是李的基础是什么?李的基石是什么? 子曰,孔子说,大哉问,哦,这个你问的这个问题太大了 就是含义太深广了 其实呢,确确实实,因为很少有人真正的明白李的根本是什么 那么,李呢,说起实话,就是 人呢,有了一些问题以后,所人为制定出来的一些规章制度 那么这些规章制度,人认为是来自于天道,啊,来自于天之大道,啊,就是这个宇宙的总规则 符合,啊,啊,宇宙总规则的东西,而人,由于,嗯,嗯,的堕落,啊,就制定了这么一些规则 但这个规则还是要,有一定的基础,你总有一个准则嘛 那么就是说,从道德,嗯,现在的话说就是从道德,嗯,层面来看,就是符合道德的一些规章制度 其实最早人类制定这些东西都很简单,也就是说一刷符合自己内心,真心,本性的一些东西 那么这些李呢,实际上有的写在纸上,有的没有,就是潜移默化,大家都接受的东西 那么这是李,实际上就是规章制度 人类认为符合,啊,天之大道的这个,一些规章制度所制定的 你叫规章制度,那么孔子就说了,你这个李啊,那么他也是对了解释 与其舍也,舍嘛,就是不简 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简单不简嘛,简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以前也分享过 从自为,自我约束成为简 那么后来简单的简实际上也是从这个简,啊,演变而来 简嘛,少,啊,呃,也是因为更多的意思,就是少也是这个意思 那么在这里这个舍呢,就是多的意思 简呢,就是指少的意思 宁呢,就是稳,啊,呃,稳当,稳托 那么就是,就是宁,安宁嘛,就是,嗯,安稳 那么慢慢引申为现在就是说,呃,这个最优的选择 稳嘛,稳当然是任何一个东西稳都是最优的选择 我们不希望颠破流离,也不希望不稳定 所以稳定呢,这个稳,那么就是,确实延伸为最优的选择 就是最安稳的选择,称之为宁,那么就是,现在以后是宁啊,就是,呃,呃,呃,最多选择里头呢,的这个最好的选择 就叫宁的意思 嗯,嗯,不说英文,英文有一个也是这种意思 那么,于其舍业宁典,就是,于其多不如少 这个东西本身就是,嗯,不需要的东西 根据道物来讲,啊,人有德就可以了 但是,啊,后来由于演变呢 那么就有了理,理的根本是什么呢 实际上孔子在这就,嗯,没有明说 就是,就是,因为什么,他说念少物多 那么就是说,人的自信本性就是理的根本 我们符合那个东西呢,有人可能忘了 人堕落嘛,迷失啊,就忘了 那么我们需要理这个理,来提醒大家 哎,我们还有一个得,从到处要得的东西 自己有个真心本性 那么,所以呢,宁守物多 那么宁义,义,义,是什么呢 就是变化,周一啊,义经啊 那义实际上就是变化的意思 祖宗来说,给予义的,这个,这个,这个 服语含义呢,就是变化的意思 当时,又变色楼嘛 一种西义啊,来会变 哎,所以,哦,祖宗就,这个就是义 这义子就是从西义一个爬虫 哎,那么形体变来的嘛 所以就是变化 气呢,就是一种 啊,斧子 最早人类使用工具的时候 就是石器时代嘛 就是使用石头 石头呢,用藤条啊 或者是什么其他的植物啊 那么,呃,绑在树枝子上 哎,那么 当然这个石头是经过挑选的 类似于斧子 能砍东西啊 那多少有点刃啊 那么还能用藤条或什么东西 能绑在这个木条上啊 木,木根上啊 这就是斧子 那么这个就是气呢 是指这个斧子 斧子干什么 就是修理啊 其他工具 做工用的 那么通常比较坚硬 就是不变 那么在这个地方说 最好 它的本质就是固定不变 贼都是如此 哎 那么与其宜宁气啊 宁愿不变 最好是不变 最好的选择就是不变 就是 将对变来讲 那就是最好的选择 宁固定 不要变 哎 那么是这个意思 这个齐呢 后面还会讲到 其实就是斧子的意思 那么以后我们会分享 齐 为什么是斧子的意思 有小人 说气气吧 后面我们会分享 那么 这一节呢 孔子就告诉我们了 根据林放的提问 回答了林放 哎 李 根本是什么 就是 人从到处所得 哎 没有办法 所立出来 让人心归向于 啊 天之道的这么一些 归章制度 命少物多 固定 不变 这是 李的根本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